明天他们就要在比赛中对阵圣灵宗了 要唐亚赛的圣灵宗把握从何谈起 那可是比本体宗更加神秘的邪婚师宗门呢 在前面的比赛中 圣灵宗甚至都没有几个人出场过 就凭借强大的邪婚师能力一路横扫晋级 势如破竹 张乐轩迟疑了一下后 虽然你们现在代表的是唐门 但选老还是让我告诉你们 安全第一 没有什么比自己生命更重要 你们是学院未来的希望 也是唐门未来的希望 比赛胜利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已经不重要了 哪怕你为了抢回小雅 自己也一定要活着 看着张乐轩眼中闪烁着的光彩 贝贝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轻轻地点了点 却没有吭声 张乐轩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他猛然转身摔门而去 他太了解贝贝了 从贝贝的动作就能够看得出 他根本没有将自己的话听进去 贝贝嘴角抽搐了一下 叹息一声 感情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勉强的 他当然知道张乐轩对自己的好 可是在他心中却只有小雅呀 这件事要说错 实际上最初错在木老 可木老已经逝去 张乐轩又执着地要遵守誓言 这让贝贝也最怕去面对他 王秋儿看向霍玉浩 我会在决赛上等着你 无论你们是如何打算 只要我们在决赛碰面 我希望能和你打一场 欺负残疾人有意思吗 王秋儿郊区威震 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 抿了抿红唇 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而去 王冬儿抬手在他背上掐了一把 霍玉浩咳嗽一声 向身边郁闷的贝贝道 大师兄 我们也商量一下我们的事情吧 对我们来说 天魂帝国和兴罗帝国的行动 或许就是我们最好的掩护 贝贝抬起头 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 轻轻地点了点头 霍玉浩微微一笑 半决赛之后 第二天就是明都魂道士精英大赛的决赛了 而且其中有圣灵教的实力在 这件事 我们还是和两位公主殿下 痛个气比较好 他们要行动的话 在那天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吧 贝贝也笑了 或许 能够延迟日月帝国发病的不是两位公主 而是我们呢 这几天 明都的气氛持续升温 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 马上就要进入半决赛了 而那能够参赌的地下三大势力 举办的明都魂道士精英大赛 也即将举办三方决赛 所有的茶楼 九四 几乎全都是讨论着这些比赛的情况 很明显 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更吸引人 但能够参与赌注的地下大赛 也同样让众多人欲罢不能 可以说通过这次的地下赌赛 三大势力赚的是盆满钵满 不知道从几千万流入明都的人流中 拿到了多少好处 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 半决赛对阵形势 上午天龙门对阵史莱克学院 下午唐门对阵圣灵宗 这是两场充满了看点的比赛 天龙门那玉天龙的蓝电霸王龙武魂 和王秋尔的黄金龙 谁是最强的龙类武魂 他们又会在什么情况下 在比赛中碰撞 这是第一场半决赛最大的看点 龙对龙谁更强 因为之前有了本体宗七环魂胜 龙傲天的强势表现 王秋尔本届大赛第一人的名声 已经淡化了许多 尽管他没有和龙傲天碰上过 但已经有不少人认为 他比这龙傲天还是有差距的 当然更多的是王秋尔的死中崇拜者 在他们眼中 绝美冷艳高贵大气上档次的王秋尔 就是本届大赛个人实力的利益 只要没有人在一对一的比赛中击败他 他就一直都是最强的 就为了争论这一点 每天明都不知道有多少打架到欧的情况出现 而半决赛的第二场 则是被认为本届大赛将有上演的最激烈弊拼 明眼人都看得出圣灵宗是个什么存在 邪魂师 那可是邪魂师啊 但在舆论方面 日月帝国一直以镇压的态度 在压制对圣灵宗的讨论 日月帝国敢让圣灵宗出场比赛 就早已有着安排 因此讨论圣灵宗的事情 在明都甚至已经是禁忌 但就算如此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 一个邪魂师宗门要强大成什么样子 他们如果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或许日月帝国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吧 至少这将是历史上 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绝对五点 徐天然当初是怎么想的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只要他统一大陆 什么五点不能被抹去 这也是他胆大妄为的 敢于让圣灵宗出战的重要原因 日月帝国内部不是没有反对生 而且反对生还相当强烈 但有圣灵教在背后支持的徐天然 对于这些反对生根本不写一顾 在血腥镇压了几个反对最强烈的声音后 圣灵宗就完成了最初的报名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邪魂师宗门 因此在这第二场半决赛中 舆论就已经完全倒向了唐门一方 唐门战胜了有七魂魂圣 龙傲天 以及数位魂帝坐镇的血魔宗 已经将自身实力完全展现了出来 对于很多观众们来说 他们眼中的唐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每一场比赛都会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取得胜利 他们能够战胜对手 并且获得最终的胜利吗 这很难说 但这恐怕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从上一轮八锦四的比赛中就能看得出 下半区的实力要明显强于上半区 如果唐门不能阻挡圣灵宗的话 那么圣灵宗的夺冠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情况了 因此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唐门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将那令人感到恐惧的协魂师宗门击败 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半决赛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启了 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 云层密布压得很低 给人一种闯不过气来的感觉 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 换了平时 这种天气 大多数人除非必要都不会选择外出了 可今天却不一样 一大早 整个明都就变得热闹起来 庞大的人流直奔郊外汇聚而去 日月帝国负责维持秩序的军队 更是从凌晨开始 就以大赛场地为起点 开始维持秩序 避免踩踏时间的发生 而今天前来观战的人流 也已经达到了本届大赛的顶峰 汹涌的人群密密麻麻的 一眼望不到边 正所谓 人过一万 无边无言 此时这里的人流 又何止一万呢 数十万人将比赛台外围 围了个水泄不通 距离比赛台最远的 甚至已经超过了两公里 他们必须要依靠一些望远镜 才能够看得到比赛台上的情况 就算如此 也不会看得太清楚 四支战队先后入场 能够在今天继续来到这里 他们都经历了多场比赛 本届大赛四强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有着极高的荣誉了 但最终问鼎的 毕竟只能是一支战队而已 究竟谁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去考虑 最重要的是谁 能从今天的比赛中出现 唐门和史雷格学院两支战队 终于坐到了一起 哪怕是对唐门这边 很没有好感的戴华斌 乌峰等人 也不会愿意靠近协婚师 或者是即将成为他们的对手的 天龙门而坐 史雷格学院这边 依旧没有任何带队老师 只有大师姐张乐轩带着一众学弟学妹们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他们今天也要面对强大的对手 圣灵宗一共来了八个人 从身形上很容易认出 坐在最前面的正是唐亚 在唐亚身后 每一位圣灵宗队员 都是黑色大斗篷 将自己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坐在最后面的那名女子 就是曾经让霍宇浩感到过熟悉的存在 当唐门站队众人来到休息区的时候 圣灵宗那边一道道阴冷眼神 不失头来 给人一种盲刺在背的感觉 唐门这边除了徐三世脸色有些苍白以外 其他人都已经恢复了最佳状态 今天的比赛 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 比史雷格学院重得多 面对协婚时就不是胜利和失败的区别了 很可能是生与死的差距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张乐轩一再叮嘱贝贝 要以安全为重 在今天早日出发之前 贝贝也是这样叮嘱伙伴们的 可是真的到了比赛之中 大家还能控制的好吗 这一点谁也不敢暴政 为了胜利 为了唐门的荣耀 史雷格奇怪的神色中都充满了坚定 协婚师又如何 他们又不是没有战胜过协婚师 比赛台已经修复完毕 又恢复了原本光鲜亮丽的外表 为了迎接半决赛的到来 不只是比赛台表面重新铸造 并且加厚了钢板 甚至连负责防御的魂岛护照 都重新进行了布置 就是怕比赛中魂岛护照出现被破坏的情况 今天负责维持秩序的足有两万大军 刀枪林立 盔甲鲜明 日月帝国的甲咒都是白色的 无论什么级别的将官 甲咒颜色都是一样 只是在制式上有所区别 不同级别将官还有一个最好的区别方式 那就是他们头顶上方的淋雨 不同级别 淋雨的颜色也有不同 正是因为有大军来维持秩序 才让场内的秩序较为稳定 没有民众胆敢去触犯军队的威严 那可是找死的行为 主席台上 太子徐天然已经到场 本武百官随统而来 依旧是神秘国师在他左侧 橘子在他右侧 徐天然今天的神色看起来很轻松 面得微笑 此时才刚刚日上三干 虽然天气不好 但对他的心情却没什么影响 结果橘子递来的香名抿了一口 徐天然微笑道 橘子 你说上午这场谁能赢 臣妾不好妄自猜测 但想来 这场比赛胜负应该和双方的队长有直接关系 臣妾听闻 外面一直在传 他们谁是本届大赛的最强龙魂师 那王秋二 可以说代表着史莱克局院战队 是战队的主心骨 如果他败了 恐怕这史莱克战队的战斗力也将大幅度下降吧 天龙门那边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那王天龙的实力明显要比同伴强上一筹 而且又是下一阵天龙门门主的继承人 地位在宗门内很高 那我们就来猜一猜 他们两个会不会在个人淘汰赛上碰面吧 那臣妾要先猜才行 好 就让你先猜 不过先说说我们来赌些什么 臣妾不赌 臣妾要猜 只是为了给殿下增添点乐趣而已 臣妾所有的一切都是殿下的 拿什么和您赌啊 说得好 不愧是我的橘子 说吧 你猜测的结果是什么 我猜 他们会在个人淘汰赛的第一场上碰面 哦 为什么 因为 他们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他们需要一场公平的对决 来证明自己 尤其是那王天龙 王秋儿本届大赛第一人的名声那么响亮 又每场都是第一个出战 他是男子 也是龙武魂 不可能不争 而王秋儿如果这一次不在第一场出战的话 史莱克学院的气势就弱了 他的战斗方式都是在气势的牵引下进行 必然会继续保持 所以 蠢切猜 他们会在第一场碰面 好聪明的橘子啊 看来军队交给你 我也可以放心了 橘子大喜过望 就要起身下拜 橘子 你记住 你早已不是我的下属 而是我的棋子 以后不用再向我行礼了 你不是说过吗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而我 也将你当成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无论给予你什么 也都是应该的 更何况 你的心愿 我总要帮你去完成 你的资历还不够 但做个拼帅还是可以的 努力吧 只要你获得一定战功 很快 你就可以帮我掌控军队了 军队交给你 我放心 谢殿下 好了 看比赛吧 就要开始了 休息区 王丘尔坐在史雷克战队守卫 背急挺得笔直 他的坐姿一向十分端庄 更没有任何小动作 双目闭合 在那里闭目养身 正在这时 天龙门那边 同样坐在最前面的御天龙 站了起来 然后就大步朝着王丘尔这边走了过来 看到他的动作 王丘尔背后的戴华斌 猛然站起眼中 寒光大放 坐下 王丘尔沉声喝道